小姐 我先找一下 因为她那个现场 打斗现场有流血的 暗夜里原警拿着手电筒 在大街上一车一车的找寻 一名女子的下落 因为刚才接获求救电话 说自己被丈夫砍杀 神众夺刀 情急之下才躲到车上避难 有 在里面 小姐 小姐需要帮你叫救护车吗 小姐我们快去走的啦 她怎么一出来就这样子 她出来很久了 她一直都很好啊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先休息一下 好不容易找到这名女子 一问之下 警方才知道 她的丈夫 38岁的江青男子 有毒品枪炮的前科 前年二月 因为疾病缠身 意识想不开 在车上拿着改造手枪 朝自己心脏开枪 所幸当时送医后 顺利痊愈 但23号晚上 她又想不开 吞了200克安眠药后 和妻子发生争执 拿刀砍杀妻子后 立刻开车逃逸 但江青男子的身心恍惚 才开没多久 就在附近发生车祸 昏睡过去 该闽男子身上血迹翻番 那再请确认 确实为 该闽男子 砍上其妻子的行为 然后所以当场 先将其 先送往医学救治 我要找我了 你先冷静 我找我 你先冷静一点 警方事后 已经立即为被害女子 宣请家暴令 并将张姓男子 以杀人未遂 公共危险 家暴罪 和妨害公务等 四项罪名移送 TVS新闻 陈世民 吕忠宇 新竹报道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